新竹县长邱靖淳率团访问矽谷进行招商 随团人员有台湾科学工业园区 科学工业同业工会秘书长张志远 新竹县竹北市市长何干明等 招商团也在圣塔克拉拉市举行记者会 那么新竹县长邱靖淳与汉顶亚太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徐大林 签署合作异项书 未来将一起开发新竹县产业园区 为了促进产业发展 建立起新竹和矽谷之间的联系平台 新竹县长邱靖淳率团前往矽谷招商 学团人员有台湾科学工业园区 科学工业同业工会秘书长张志远 新竹县竹北市市长何干明等 招商记者会上 驻旧金山办事处长马忠林 科技组组长汪廷安 台报中心主任李哲青 库比蒂诺市长张招富 和密尔比达市长爱和谐 以及多位社团代表全都出席支持 邱靖淳县长先以简报 向大家介绍新竹的地理优势 距离台北只要32分钟 到桃园国际机场20分钟 距离台中也只有25分钟 他指出在新竹科学园区里 具有IC 光电 网资通等科技产业扩散效应 再加上县政府也提供单一窗口招商服务 简化的流程让产业连结更便利 我们新竹县是一个好山又好水 又是在台湾里面一讲到新竹 哎呀 是美国的新竹的发生 台湾里面一讲到科学园区 就是在我们新竹 所以在我们在场的各界的 我们好朋友们 产业界朋友们 大家对于台湾不陌生 台湾的所有的高科技厂商 已经跟这个矽谷的这边的 所有几乎这些美国的这些大科技厂商 几乎都已经建立好了 非常非常密切的这些合作伙伴关系 但是近年来 由于随着整个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快速变迁 以及这些云端科技的发展 以及这些social media 各方面这些软体的这些快速的发展 所以如何再跟矽谷做一个reconnection 一个重新的再连结 已经成为我们政府的 未来的产业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新竹县在台湾有小矽谷之称 科学园区同业工会秘书长张志远 也代表园区厂商说明概况 马忠林处长期待未来台湾与戏谷的再连结 库比蒂诺市长张朝复 则建议新竹县可以在库比蒂诺市设立创新中心 随后邱静成县长制赠纪念品给张朝复市长 以及密尔比达市长爱和谐 象征有益的建立 他并进一步与汉林亚太股份有限公司 创办人徐大林签署合作意向书 未来将一起开发新竹县产业园区 为这一次的招商之旅跨出历史性的一步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出 美国盛河西采访报告 哦 哦